然后女生就 然后完了之后结果 这个时候呢 你愿意一宿舍 有男生别的同学在 他觉得要给男人一点辫子 然后于是呢 他就忍了 但是你要知道 女人是这么一种 破色的第二个特征 就是事情可以过去 但feel一定会留下 好了 于是的话 这件事feel留下了 好了 完了过去了 然后下一天呢 然后又开始 比如说有一天 然后完了之后呢 你因为比如说什么破事 打篮球啊 然后打了帮 我忘了跟他约会的时间 或者是又是推高低的吧 OK 然后想说 等他等十分钟 没事 他冲过去以后 他在那穿个小高跟 然后一看 就说你们俩可能 半个月一个月 才能见一次恋 就想说 麻烦这种小破事 生个气也挺不值得的 然后你在他 你脸还对不起吗 真的对不起 我就是忘了 没干时间之类的 对吧 然后于是你想说 我的老娘人了 然后于是 我给你讲 女生就是属于叫做 事可以过去 feel不会过去 再比如说你们不洗脚啊 放床啊 然后不洗澡啊 然后完全是什么 捕换衣服呀 然后说过的事忘了 等等等等 我跟你讲 女生会给你记着的 虽然他 他便记得清楚 但是事可以记不清 又一定记得很清楚 然后下面的话 于是有一天 你就因为 比如说他 因为女生 就因为你没有给他加个菜 或者是 让他走在个路外边 或者一件 特别小的 不能再小的破事 他就爆发了 那个就属于叫做 压死骆驼 压弯骆驼 被的那根稻草 你家吧 然后他就飙了 于是这个时候 男生一般会问一句 搜RBSRB 呼嘴B的话 叫做你怎么了 女生一般只能 给你三个字 叫做没什么 你再问的话 都说说了没什么 然后你再问他说什么 女生就走了 有没有这样的事 我相信男女都发生过 这个时候 我再来跟你们分析一下 女生的心理活动 男同学问 为什么说你们问这个2D 问题很2D呢 是因为三个原因 第一 这件事情 如果要跟你说清楚 就要说到上上 上个月的 BCDEFG 太复杂了 说了你他娘的 也听不到 第二个 就是靠有些事 我还问了 不是跟你说吗 事可以忘 但是FU是不会忘的 你要问我说 我怎么了 我还得给你讲 记住那件事 问题那件事 我为什么会生气呢 我忘了 反正我是记得 我生气了 好了 于是的话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你会发现 为什么女生 越问越生气 因为女生说 你他娘连 这点觉悟都没有 你白培训你了 对吧 所以说的话 那就意味着说 你越问 其女生就会越发飙 你再问的时候 女生就说 你连这都想不清楚 你一点悔过心都没有 你还问我 怎么了 你不知道怎么了 有些时候 女生还会问说 你不知道怎么了 男生说 想半天 对吧 这样说 今天那菜能怎么了 我难道是筷子 没使对 男生 我跟你讲 男生只会这么想 还是因为我刚刚说 什么了 他只能 男生的考虑范围 一般只是在15分钟以内 抛书里外 但是跟鱼一样 没记性 所以说女生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你说 你说怎么了 男生能够想的就是15分钟 顶多半个小时以内发生的事情 他说很易 从约会开始的那一瞬间 他还起开始想 你怎么样 刚才好好的 一个宝贝 一个亲的 对吧 没什么呀 突然就飙了 对吧 然后男生是永远想不通的 所以说就告诉同学们 男同学千万以后 不要再问这个2B的问题了 叫做你怎么了 因为第一 女生懒得跟你说 因为太复杂了 说不清楚 第二 他他他也忘了 第三个 你要是自己觉悟不了他 那就是最加一的 对吧 所以说呢 男同学们 这个时候发现女朋友发飙了 不管多少的事情 不要问他为什么了 你就跟他说我偷了 然后晚上好好道歉 好好哄 买个棒棒糖 肯嫩肯嫩 对吧 这样的 同学家 你的小日子就会好过很多 这个时候也要跟女同学们 讲一句话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要知道 这些货跟我们的想法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不要问一个 特别2的问题 你们也会问特别2的问题 什么呢 你错在哪 男生一般来说 他就是这么高兴 我蹭掉那么多 我错了 男生愿意认错 就证明他心里有你 所以说的话 就不要问那种 so or as or to the beat的问题 你说错在哪 你知道你错在哪了 男生一般来说 只能一脸无故地看着你 你知道就只能这样 所以说的话 男女同学们 各让一步 男生不要问 说你怎么了 好好道歉 女生也不要说 你说你错了 你错在哪呢 两者 如果你们都可以退一步的话 你会发现小日子就好过了 于是的话 女生无非来说 不就是要人吼吗 你发飙 你难道飙到最后的目的 是两个人分手吗 那如果是你 以这种为目的的发飙 那另一帮别论 对吧 如果你不是以分手 为目的的发飙 那都不是这么发飙 那都是耍流氓 好了 于是的话 既然在女生耍流氓的时候 同学们 男生们 作为男人 大度一点 你要陪他耍流氓 所以说怎么办呢 你就跟他说 亲我错了 错在哪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我错了 反正不管错在哪 都是我的错 不管你是为什么生气 那都是我不对 如果我有对的 都是我不对 对吧 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女生就爽了 然后这个时候 比如说 然后 有条件的给上卡 没有条件的给上饭卡 对吧 然后玩的时候 整个泡泡糖 整个什么 冰淇淋买不起 还要跟打四的 也没有关系 然后特别像国外 你知道吗 两刀那么大了一桶冰淇淋 吃死你呀 对到面前说 亲 这是你最爱吃的冰淇淋 我错了 挺小腿 你会发现 你后面的日子就好过了 你会发现 突然袜子有人帮你洗了 衣服有人帮你洗了 饭有人帮你做了 也不知道你刷晚了 这个时候就爽很多 要不然你试试 过两天 你给他打面花 都睡会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出来吧 想想 算好 今天要在家里面洗衣服 那你上次怎么不说 你从来 你不是说 衣服都要我洗的吗 那就说给你听的 那就这样吧 没什么时候 我逛了 对吧 过两天 男朋友开始纠结了 说到底怎么了 然后于是你就要问他 你说你到底怎么了 对吧 然后女生就说 你到了 对不对 然后结果最搞笑的事情 一定是女生真的也忘了 前两天到底是怎么了 然后于是的话 他只能只能用 没什么 三个做回答你 然后变成恶性循环 搞不了最后就变成 因为挤压膏分手的案例 就可以悲剧 重演在你们身上 所以说同学们 由这道题 我每次都要跟同学们讲一讲 小虚弱 对吧 然后什么 什么小阴导 对吧 然后什么小正鼠 然后什么小坏脚 然后就说 这个其实没有那天谈 我那天其实下午 说了一下 哇靠苦一疼 想不起你在那等着 他一顿跑 东东的死地球 不拉我 那就看你们自己发挥了 这个时候你说 你会发现 这眼神看着你 哎哟我去 那你们后来的日子 那叫一个好过的呀 坚持了 然后你要是不这么做 你会发现 女生永远都不会 说以己及人的去体会你呢 她非得自己 亲身经历得过 要不然的话 你就先哄好了 带她再经历 要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呢 你没法带她去经历 你那个位置的 你就不要想着 她会动她 她不会的 你要干的一件事情 就是认错 没了 女同学也是 比如说你自己不玩游戏 你是没法理解 男生们在最后 关头的旁边 对她说 学看电影了 学看电影了 然后完全再说两遍 你就不要了 你是没法理解 这是玩游戏 玩到紧要关头 旁边有个人 这种时候的 你知道吧 所以说女生 你们也要去体谅一下男生 有些时候 如果她是在那里好玩不动 你可以站在旁边观察一下 你知道我原来 见过最牛逼的一个女生 是干嘛吗 当然这个牛逼女生 就是我 我男朋友原来玩CS 玩特别迷 然后完成了结果呢 后来有一次 她就跟我回来 就说她被人灭了 我说又是吗 因为玩CS都是在一个网板里面连内线的 然后完成了她说又是吗 对我就跟她说又是吗 她说今天特别有一个叫做 Blox strike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对我们特别 因为我不喜欢打沙宝 又可以走丢 就方向在太上 经常说拆炸弹 有人说在A区 跑到B区 然后就回去 人呐 你够就 放炸弹 鬼影的 黄瓜菜都聊了 所以说他们一般 我都很少打沙宝 那要打的话 都打小地图 不打大的那个 然后所以说的话 我们一般 我比较擅长就打Blox strike 然后就说他们那天 去单挑两个战队 然后结果她老被人抱头 我说又是吗 那是不是一出来就抱你头 一出来就抱你头啊 就说嗯 你怎么知道 我说嗯 而且是不是经常来说 在你平常蹲着的地方 然后就狙击你 你刚这么出外的脚就死了 你怎么知道 小样的 我知道了吧 亲的是我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我那人少天 就跟她说 啊真漂亮 我说嗯 你以为我ia在家里干嘛 体育狂练CMS 因为我练钢琴的 我弹琴 bonus 所以我手表稳 我就练G 抽不错 G神绝对是 所以不管是 大G 大G 还是小G 三 就是属于那种 这个我在越望境方来的 对象 看见你露个瞅 你就死吧 就那种 っていう 露的个眉毛 睡在地下 IC そう在办公室 哈哈哈哈 就是这种抱歉的 最终同学们 女同学们 如果你要真的想让男生不玩游戏 你最好有一种比较直接的方法 就是你玩的比他牛逼 你会发现那男生不法超越你 玩两次以后他就没心情玩了 最后会好好捧你 因为他觉得他在那里 好连个女人都干不过 对吧 他就会觉得特别受鼓势 然后所以说他就不会再玩了 你如果说没法练 或者自己也不喜欢玩游戏的 那你还是要适当给他一个玩游戏的时间 你可以跟他约法三招 说那我们今天比如说 因为你这个玩游戏 可能最后确实是因为有半个小时 实在是你必须打到紧要关头了 对吧 然后你必须得打 好 或者就坐在旁边 然后完成之后呢 你跟他说你先插楼半个小时 那以后你得多陪我逛街逛半个小时 过逛一个小时 这个时候就是坐地起价的时候了嘛 你看他因为这半个小时的亏欠 我跟你讲 说啥大意这样 你跟他说你必须给我买个包 但是这个包平时得是十块五块那种东西 那跟他说买个十万五块那些 你得看短线 对吧 那你要比如说 你必须都陪我逛一个小时街 我跟你讲 他就算毁断了 他爬一回爬一个小时 跟着你的 就在那旁边敢怒不敢言 对吧 他也不敢说 因为这是答应过的事情 男人嘛 一般来说有担当呢 还是会这么干的 然后他只会干一件事情 就是下次再也不敢晃原理 然后这个时候也是一种方法 他你问他不是晚了半个小时吗 好 亲切都在旁边等着他 完了没有 好 看下时间 45分钟 亲 下次给我逛一个半小时哦 我跟你讲 他如果是个正常情商的人的话 确实就不可能说 不 对吧 那所以是 你喜欢他强到一定程度了 你是实在是属于两者 关系天的那个弱者 只能偏偏小鸟一人的 跟在PRPR跟他后面那个 那名单别问 如果你们俩位置是差不多的 他还真的在乎你的话 他一定会答应的 答应完美后跟你讲 他一定会后悔的 然后他后悔只有一个体现 他绝对不敢说我下次不回你干净了 你给他十个胆子他都不敢跟你说 于是他下次只能叫他按道点 然后啪打一张嘴说 我老师陪你给我关机了 不要再找我了 关了机 弄他走吧 对吧 所以说同学们 讲到这个的时候 就每次都要跟你讲一讲 因为在国外啊 真的有好多人因为这些小货事 吵架分手的 特别不值得 因为大家知道在国外本来就特别苦逼 两个人在一起 很多时候都胡适因为爱情 那如果因为爱情在一起呢 希望同学们好好珍惜 特别是你们这种 比如说在国内双双配双配对 然后去到国外的 然后完了之后呢 一定要好好珍惜身边那个人 有些这种破事 能放过去的就放过去了 不能够放过去的 要有策略的对待 对吧 这个就是给大家讲的 任何事都有技巧啊 要有技巧的对待的话 你们的生活就会很有情趣了 OK 好 那讲到这道题目 给大家来讲一讲 回到题目上了